当地时间2月25日,乌克兰局势急剧恶化 据中级企业派驻当地的员工陈先生介绍 当天凌晨4点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空中响起炮弹的声音 当地居民纷纷寻找安全的地方藏身躲避 陈先生表示,在凌晨4点20分左右 击落的导弹残骸掉落在基辅街道旁的居民楼 在基辅西北边20公里处的安东诺夫机场 就是说飞机的话是傍晚开始就是不停地飞来飞去 大家都开始进行了一些躲避的动作 那一直到凌晨4点20分的话 就是导弹又开始打到了基辅这一边 刚才的话也警报声音拉响 然后也听到了几次相应的爆炸声音 但这个爆炸声音的话比4点20分钟时候的那个爆炸的话 没有那么响 当地时间24日零时起 乌克兰实施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陈先生表示,当天取钱的队伍非常长 且乌克兰本地的汇率完全是乱的 超市虽然供应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经过一天时间 超市是否补货还未可知 提款的话是,就是我看的排队是非常长的 但我们都是一般用刷国内的信用卡 那昨天的话这个信用卡还是能够刷的 在大型的一些超市里面还是能够刷的 但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店面 比如说我想去买一袋猫粮 那那个猫粮的那个店主他会跟你说 卖了这一单我差不多我们也要逃了 然后的话我不刷信用卡 你一定要现金 然后图乌克兰的汇率 比如说原先的话100美金能换2800的隔离 那昨天的话已经从100美金换4000的隔离了 就是说汇率 他本地的汇率的话已经完全是乱了 大家纷纷取钱拿现金在身上的话 可能有保障一点 但这个现金的贬值度也很大 在昨天的货架里面 超市的货架里面 相应供应还是比较足的 但是他的水 他一些处粮 比如说面包什么的 他抢得非常快 如果今天如果没有补货的话 今天估计货架就是 基本上很多的大部分的超市 就没办法继续的进行一个采购了 能不能再用信用卡去支付 都是一个未知的情况 就是加油这一款 昨天很多人不是逃离基础 基本上加油站的话 他对加油的一个限制 他的话都是最多 让你一辆车加20升 然后的话你可能到其他的加油站 你才能加 最多是20升 面对乌克兰国内局势急剧恶化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于24日晚间公布消息称 准备分批包机接返在乌公民 并开始进行人员登记 截至北京时间25日19时 已收集7000份结果 从昨天下午开始的话 大使馆在企业群里面提出 收集相应的一个信息 然后在进基辅时间6点钟的时候的话 也就是说发了一个 在公众号上发的信息 收集出所有在屋的 人员 中方人员的一个信息 中方人员的一个信息 中方人员的一个信息